西里里我是专马 今天我们来看邪恶力量第六集 特别有趣的第十五集哦 这一天 达丁和三明窝在报比书家查资料 忽然巴叔出现在兄弟俩面前 一言不合 开始搜刮各种报比书收集的材料 似乎要做符咒 兄弟俩非常疑惑 巴叔告诉他们 目前天堂内战 拉斐尔占据上风 肖卡已经被打入深深的地下 现在拉斐尔派人 要把所有给予过肖卡帮助的人 统统杀掉 包括巴叔和文家双杀 巴叔在玻璃上画出符咒 从口袋里拿出一串钥匙交给三明 让他带着跑路 说着 拉斐尔的手下面他男出现 巴叔立刻启动符咒 把达丁和三明推出了窗外 随着兄弟俩从屋内破窗而出 导演喊了一声 卡 达丁和小卡面前是一堆片场工作人员 报比书的屋子变成了搭建的影棚 连窗户的玻璃都变成了软软的制裁 兄弟俩二脸懵逼 还没等明白发生了什么 就被两个小姐姐分别拉走 大丁被化妆师小姐姐拉着去卸妆 大丁不以为然 老子是个钢铁直男 怎么可能会化妆 结果化妆名一擦 居然真的上了风 炸裂了大丁的三观 三明则被主持人小姐姐拉着去做采访 询问邪恶力量第六季的剧情发展 感情编剧又恶高 这次打破了次元毕啊 兄弟俩发现 巴叔把他们传送到了一世界 而在这个世界里 温家双杀的生活是一部系列电视剧 大丁吐槽 哪个傻逼会喜欢看两兄弟的恋魔生活 不好意思啊 就是我们这群可爱的小傻逼 可惜三明听说 这部剧其实收视率是挺低的 在这个一世界里 大丁是明星詹森阿克斯 尼称珍妮 而三明则是杰瑞德帕德里克 尼称是帕塔 一出录影棚 大丁发现空地上停着许多辆宝贝车 整个人都不好了 兄弟俩躲到角落开始召唤小卡 忽然小卡出现在不远处 大丁和三明激动地冲上前 询问目前的情况 小卡低沉地回答 八叔把他们传送到一世界 是为了躲避面 他难得追杀 小卡问三明索要八叔的钥匙 原来这是八叔存放天堂武器的房间钥匙 小卡告诉兄弟俩 仓库里的武器能够帮助小卡恢复力量 当三明继续询问关于帕塔的身份问题时 小卡忽然变了声调 从怀里掏出剧本 说这是新台词 自己没背过啊 原来面前的人根本不是呆萌小卡 而是扮演小卡的演员 活泼地发推狂人米傻 兄弟俩气得走开 米傻兴致勃勃地把这段经历发上推特 兄弟俩进入停在路边珍妮的房车 大丁吐槽 两人的杂志分面好装逼 三明开始搜索珍妮和帕塔的资料 甚至还调出 小鲜肉时期珍妮拍摄的电视剧片段 简直是公开处刑啊 这么羞耻的遭遇 让兄弟俩决定立刻想办法回到原世界 大丁记下了八叔念咒的所有步骤和材料 认为颠倒是咒就可以回家 兄弟俩在片场搜索材料 却发现都是虚假的橡胶制品 大丁开始宝贝车离开时 却被工作人员拦下 两人坐上了豪车 离开片场才发现 兄弟俩一直处在加拿大 对 穷逼剧组一直窝在加拿大 假装温家双傻在全美国溜达 兄弟俩来到帕塔家的豪宅 穷关了的兄弟俩惊叹不已 大丁发现 帕塔居然在后花园养了羊驼 哼 剧组经费都被你俩吃了吧 而卢比的扮演者居然是帕塔的老婆 面对卢比的亲近 兄弟俩都有一些惊恐 还不得不圆晃 紧接着 卢比就去参加慈善晚宴 留下温家兄弟再次二脸懵逼 在温家兄弟的世界里 兄弟俩需要什么材料 可以问包比输药 本意世界里 就要兄弟俩自立更生了 原本大丁想着坑蒙拐骗偷 三米骄傲的一甩信用卡 嘿嘿嘿 帕塔有钱 咱们随便花 购买完各种违禁材料 大丁躺在沙发上睡了 三米却等到卢比回家 两人愉快地为爱鼓掌去了 第二天一早 大丁和三米拿到了材料的 加级航空快舰 偷偷来到片场想要试咒 谁知导演等工作人员出现 原来新的一天拍摄即将开始 温家兄弟不得不开始演戏 温家双杀在摄影机面前手足无措 四肢僵硬 N机不断笑料百出 拍摄效果更是惨不忍睹 空间时间 两人吐槽剧情 Misha则热情地发着状态 等兄弟俩尝试念咒回家后 全剧组的人都怀疑两人是不是嗑药了 失咒失败的兄弟俩回到珍妮的房车 三米推测 一世界没有妖魔鬼怪和天使 所以咒语不起作用 这时片场玻璃窗上的浮咒忽然发光 免贪男出现了 他想干掉兄弟俩 却发现一世界里自己失去了法力 被温家双杀 二对一狂殴 片场的人却以为是怕他和珍妮 在欺负林饰演员赏钱拉架 面贪男趁机偷走巴叔的钥匙 逃走了 导演和演职人员打电话 给剧集负责人告状 希望兄弟俩能消停火 Misha喜滋滋地收工回家 准备发推特时 却被面贪男切齿 大丁和三米偷偷回到片场 却发现导演只在等他们 而导演的名字 居然跟暴笔书一模一样 导演想要两人的演员状态恢复正常 温家兄弟却表示不演了 面贪男以为Misha就是小卡 残酷地通死了Misha 召唤拉斐尔 这一切都被一个流浪汉看在眼中 大丁和三米刚回到帕塔家 就被路比告知Misha被杀的消息 两人来到现场 从流浪汉口中得知 面贪男成功地得到拉斐尔的回应 明天 拉斐尔会在他们来时同样的时间和地点 把面贪男和钥匙拉回原世界 面贪男买了一把枪 进入片场大开杀戒 三米吸引面贪男的注意力 大丁立刻扑倒他 两兄弟合力打运面贪男拿到钥匙 此时符咒开始起作用 大丁和三米被拽回了原世界 换了个肉身的拉斐尔出现在温家兄弟面前 攻击他们得到了钥匙 巴叔忽然出现 原来这把钥匙是个黄子 是为了让拉斐尔把所有注意力 都集中在温家兄弟身上 好让巴叔转移天堂武器 正当拉斐尔恼羞承诺要伤害巴叔时 证明小卡出现 巴叔已经把所有武器的力量都交给了小卡 现在的小卡已经可以碾压拉斐尔了 拉斐尔时向地离开 巴叔也攻城身退 小卡带着兄弟俩顺移回报比书家 面对被利用有些神奇的大丁 小卡再次默默的消失 三米摸着有尸体的墙壁和门框 与大丁一起感叹 回家真好 咦 等等 现实世界被杀死的米莎怎么办呢 如果你喜欢这一期的话 记得按赞和分享哦 你的支持是我们坚持更新的最大动力